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历史民进节目关于这个广东反地方主义这个运动我们已经做过两期 说实话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做这个选题我是心里有点打鼓的 因为反地方主义就是广东的事情 对于全国的很多观众来讲 对于我们海外的很多观众来讲的话呢 可能并不是很熟悉 是不是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但是第一期播出之后啊 我就有点信心了 因为看到这个点击量的话呢 浏览量呢还不低 而且呢 还有不少的读者 不少的观众啊 他还在后面写了评论 说明大家对这个话题还是感兴趣的 我们现在呢 就把梁国雄先生啊 引进来 国雄先生你好 你好 高先生你好 观众好 对 这个非常高兴您第三次来给我们做关于反这个广东反地方主义这个话题啊 我想你可能看到第一期之后啊 你可能看到那些网友的评论吧 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啊 我觉得网友对我们的支持和点播都是非常重要 也很中肯 特别有一位姓业的 大概是姓业的网友吧 提了几个问题我觉得都非常好 一个是他补充了 这个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批方方这个阶段了 很多地方干部也积极参与 结果后来他们自己也挨整 这个话题很好 我们放在总结的时候 我们展开谈一谈 我觉得这个点播的很好 另外一个他认为 还有另外一个网友也赞成他的意义 认识整地方主义的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薛凡嘛 薛凡 历代皇朝刚开张的时候都要把功臣 把地方大员给全力把它砍下来 这个也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我们认为 因为也有事实支撑这个观点 因为我们上第一期讲过 这个批方方反第一次地方主义是1952年6月份 在这一年的年底 中共当时出现一个很重大的这个人事调动叫五马进京 就是当时中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跟华东 五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 同时调往北京 包括高岗 邓小平 西北的是习仲勋 中南 华东是饶素时 中南 因为林彪基本上是管军队 也并修了 把邓紫辉调走了 就所谓五马进京 这也是很显然的一次薛凡的举动吧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不够 来探讨这个根本原因是不够完备的 我们学理科人喜欢讲什么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 我觉得这个只是必要条件 充分还是不够充分 为什么呢 别的地方薛凡都没有搞批地方主义 为什么唯独广东 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 这就说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们知道一个皇朝 一个新的政权 新的政权更迭的时候 往往面对两个问题 我把它盖过成一个是叫法统 一个叫道统 这个可能不是它准确 这是我自己盖过出来 所谓法统呢 就在看这个新政权 有没有管制这个国家新占领地区的能力 怎么施政 包括经济 民生 国防 治安 各方面 有没有能力来推广他们自己的这一套治理 这是所谓法统 另外一个 这个呢 在这方面 中央肯定希望自己政令上清下达 政令暢通 中间有人另搞一套 中央肯定是不满意的 这就是所谓法统的治理 另外一个呢 我把它说成道统 这个道统是什么呢 就是新政权的理念 比方说我们看汉朝 这个汉朝取代清朝宣传自己是火德 金木水果统那个火德 取代这个清朝的水德 这是一种 黄朝更替的一种宣传手段 到了汉末呢 黄金军起义也说 苍天当死 黄天当立 就是也是一种这个理念 所以应该更替政权了 这个明朝 还有辛亥革命 他们的主战就是 去除艺术政权 这是一个鼓动群众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对共产党而言 它的意识心态跟前朝的这个差距就更大了 所以这个道统就更为重要 我经常想 我们在回顾中共的历史 要放在两个框架上来看 可能会看得更全面更清楚一些 一个是这个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 各种手段像薛凡啊 背走士兵权啊 这些都是有史书可查 可以遵循 可以比对的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看这个国际供运史 因为它毕竟是共产党嘛 供运史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这种斗争也是非常激烈复杂的 比方说二战以后 苏联红军反击 很少东欧 一直打到柏林 在东欧各国建立的共产党政权 共产党这个组织 都是绝对听命于苏联 听命于斯大林的 但是唯一都就碰到南斯拉夫 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军队和政党的政权 都有自己的一套 有武装 有政权 有理念 有纲领 这就令斯大林非常恼火 给他扣了帽子 修正主义嘛 这段历史我们大家都像这边讲比较熟悉 斯大林就要把他开除出共运 甚至组织暗杀 铁托上百次的暗杀 这就是斯大林跟苏共对待这些 所谓异端的共产党的手段 反过来说 在南下干部 在中央 你毛中为首的中央眼里 广东这一批干部是不是也像南斯拉夫一样呢 我想这会给他们造成一些 南斯拉夫的势力也会给他们造成阴影 因为中共自己也是被斯大林担心 会成为另外一个铁托 成为另外一个南斯拉夫 所以这个事情对毛和中共来讲 确实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也特别 反过来他们也特别 对广东的看法难免受到影响 另外一个呢 就说 我们还是讲这个道统 我们中共说它三道法宝 成功的根本之一 就是马列主义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所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他们以此为用 但是反过来说 进一步的说 我们能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跟广东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呢 是绝对不许可的 谁要这样想 这样做 绝对受到严重的打击 所以这就是我为要补充这个新业的网友 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们可以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 好 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 本来我们是应该在第二期 讲这个反广东主义 反地方主义的时候 就应该把它讲出来的 因为上次我们的网络有些问题呢 就没有很好地来阐述这个问题 刚才这个梁国雄先生呢 把这个问题我觉得补充得非常好 这个对我们理解当时中共 尤其是中央的领导人 他们和南下的这些军队干部和南下的干部吧 他们的心态 为什么发起这个运动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角度来理解他们 好 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这一期的题目啊 这些我就很想了解一下 因为杨国雄先生 你这个对材料的掌握好像很广泛很丰富 也很齐备 也很详实 不知道你这些来源是从哪来的 这个问题我这两天也收到一些朋友的私下来信问我 哪知道这些 我身在海外 我也有什么特别的途径来看这些什么内部文件 但是我看过一本很好的书 请把图一打出来 这是广东省原来一位副省长叫杨历 叫杨历 杨历是吧 杨是那个 就是杨树的杨历就是历政的历 他是浙江人应该 我估计 我也没记错 但是他原来是古达村的秘书 后来古达村倒台以后 他还是在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就是处长 后来文革以后就提为办公厅主任 副秘书长 然后就当副省长 他主管地方治 党史这方面的工作 他这个人 当然他有利条件 可以看到很多文件 也了解这段历史 他写这本书有两个版本 你们在国内出的叫《带刺的红玫瑰》 引用了毛泽东当年在沿岸对古达村的一个评价 副标题是《古达村 成渊录》 照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的 就用了副标题做主标题 就叫《古达村 成渊录》 国内出的那本我在国内没带出来 香港那本我一直放在手边 经常翻一翻 所以这个材料我是 因为我本身来讲 对每个阶段大事至少是知道的 这些人也算是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 所以看得很亲切 他的书的大量的引述 当时文件 领导人的讲话 甚至监讨书的原文 以及我们后面讲这个平反的经过的时候 他讲的很多事情都是我闻所未闻的 因为当时我已经前行读书了 没有什么管这些政治方面的东西 所以这段平反这段我就比较隔 当然我是深受机会的 回头我们还可以慢慢地讲 所以我大段的引述跟时间都是从杨历先生这本书这里转来的 因为我看网上其他所有的来源都不出乎这本书之外 基本都从这本书来的 杨历先生我要附带说一句 他这本书的叙述比较繁杂 因为他以古大纯为主干 所有人都要到处再往前走 所以看起来少有点吃力 但是非常详尽 而且理论是比较公正的 我认为杨历先生赶着在古大纯一百周年受成之前 把这本书出版了 接着他就去世了 他年轻就去世了 所以他那是哪一年呢 他应该是九七年就去世了 我记得 九七年去世了 古大纯的这个百周年应该是九八年了 但是他是赶上了 赶上了这个 所以我这本 我的材料 如果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上 我是建议大家读书这本书 很值得细看 好 谢谢 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二波的第二次的反地方主义 一直讲到六十年代初期 我们这次接着往下讲 就是这一次反地方主义 这个运动的对象 斗争的对象 包括你刚才讲的古大纯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 对这个批判 批判他们的话呢 是他们口服了 是吧 他们做了检讨 在会上也做了检讨 也写了检讨 书面检讨 他们是不是心服了呢 这个后来的话呢 怎么样就 是不是他们就像这个这个六二年之后啊 有一段时间的话呢 就有些人就所谓翻案风嘛 当时有翻案风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也有翻案的这个苗头 然后被陶柱被赵紫阳他们发现了 所以才继续批判 这个翻案的事情 我们上次已经越来越的谈过 就说六二年的时候 那个不是发生了申诉吗 在重划开五月后开会谈刑会 后来又被整 要他检讨 到这个到古大纯 那个后来冯白区调到广 浙江省区当时 尊委常委副省长去了 那个古大纯他就留在广东 陶苏金就帮他走 他留在手里捏着 这个他们这些人都是酒精风浪 特别是古大纯经历的延安整风 冯白区是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 但是古大纯当时是在中央党校第一分部的主任 他是我相信他是亲眼看过很多 各种整风的事情 所以他对这件事情的风浪 应该算是经受得起的 我补充一个细节 就是我 他不是贬到征程去当先委副书记吗 这个五八年的时候 那个他到了征程以后 头一天晚上 那个当时的省委后副书记李建真 就打电话 找我爸爸 我父亲土改的时候 就跟着李建真一直搞土改 所以他熟人 他就说 哎 你看古老情况怎么样 我父亲说 他情绪很好 我们讲一天晚上 毛泽东的游击 游击思想 当时怎么成功了 是讲了很兴奋 就是他当时还是能控制自己情绪的 但六二年后 我当时已经讲了 还是给李福春 又写了一封信 或者就把他升为 这个人大这个 人民政府这个党组副书记副书记资助也给撤了 那他两个职务 陶住是没法撤的 一个是八届的中央候补委员 一个是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和委员 这两个要撤这个职 是不在陶住的 跟广东省委的这个控制的范围之内 所以他还保留这两个职务 还也是住在原来的房子 他住的房子原来是宋子伦的房子 在一个广东的农林上路附近 房子现在还在那里 但是已经不像原来的样子 这个这是吴大淳的情况 但是他六二年八月份 广东眉县地区 就是客家地区 有一个汉剧团 我上次讲过广东的四大地方剧 所以我们大家说是粤剧 还有潮州的潮剧 还有就是客家的汉剧 这跟你们湖北的汉剧 有渊源但不完全一样 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广东还有汉剧 广东汉剧团还不止一个 小时候我看过好几个汉剧团 古道城市客家人们 当然对汉剧也比较关注 汉剧就排了一个戏 叫齐王求将 齐王求将 齐就是 战国之后齐宣王 我们可以看这个剧照 有一张图片是那个 另外是剧照跟那个 那国道城写一首诗 但是陪着谁去看呢 陪着田汉去看 当时这个中国戏剧学会的主席 文化部部长田汉去看这个戏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 就是说齐王 他就讲他认生以后 本来是在他的这个王后 叫做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立场仇女之一吴言 就是吴言莫母那个吴言 他这个戏剧其实很好的名字叫 他就把他帅兵就把入侵的秦军给打败了 那回来以后呢 就这个齐宣王就听一个夏飞 他一个飞子 姓夏的飞子的这个挑说 就把这个吴言给杀了 说到后来齐宾又入侵了 国内这个手下没有将领 可以率兵出征 那时候那个他手下一个大臣叫田英 就婴儿那个婴 就悄悄告诉这个齐王 说这个钟离村没有死 你亲自求他了 可能可以带兵出征 然后亲自求他 经过这个波折 钟离村就率兵出征 又把齐宾给打败了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那一个 国内军写的一首诗 那我又把它找出来 贴在上面 到了文化拉命刚开始的时候 所谓刚开始 你也知道就在516通知以后 不是批三家村吗 各地 这些党政党的人 他们领会毛的意思就是 他们都习惯了政治运动 新冬军人在这儿整了 就过去了 就是这样 所以广东 也像你们湖北里达 他们有时这个阶段被整了 你们的前校长 对 那还有别人 我就不太清楚了 就是比方说广东 就挑了三个人第一批把子 就是我们熟悉的欧阳三 一代风流的作者 欧阳三 然后秦牧 著名的散文作家 这个杨成反报 当时花地的 这个 副刊的主编 第三个人就是古大纯 因为当时的 你看看各地的那个第一批把子的搭配 主要就是作家跟艺术家 另外一个会搭配一个喜欢文弄墨的这个党政领导干部 这个很普遍是这样子 不敢说百分之百了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当时自己所在地方的 这个第一批的被整的对象 那古大纯本来不是算是一个喜欢文弄墨的人 但是 逃出当时一开 但是广东省委就抓 还是抓古大纯 为什么就抓了这个 这个 看了齐王求将这个东西 上报纸批判他 说他搞翻了风 因为你看齐王 把工程给整下去了 到国难的时候才来出山 说他隐射 那当然是隐射毛了 他不敢说这句话 那就批古大纯了 古大纯 这个心情非常恶劣了 就反复的被揪出来这样子 羞辱非常无辜的批判 到这年的 大概11月份吧 就去世了 杨丽这本书上讲 他是赵紫阳主持随道会 陈玉这个道词 但是我问我一个当时 他说当时 其实这道词只是 省人委的一个秘书长 并不是陈玉 所以这个规格 比杨丽描述的还要低一点 就是 他是以这个中 把借后五十一项委员 这个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占一个身份 开了一个隧道会 那也就是说 1966年的11月份 1966年的11月份 也就是文革已经开始了 这个当时赵紫阳他们 可能已经受到冲击了 严格的讲 这个时候 大串年的风险云涌的时候 省委是受到冲击 但是还没有开始夺权 这个省委有个文革小组 可以处理日常事务 当然秩序很乱了 这我没说的 对对对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像阮民先生跟你讨论的事情 接下来不到两个月 陶珠就倒台了 对对对 这个事情 如果古大臣再熬两个月的话 他就可以看到 陶珠那时候他心情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个事情还没有完 陶珠倒台就牵连出 把古大臣又给牵出来 就是你说那些老红卫兵 这些以干布什业为主的红卫兵 就分成了两派 一派就主张 就把古大臣事情放出来去批淘 一批就说 这个古大臣的骨头是红的 这批人 信说背后呢 我们上次讲过的 当时的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书书记 李宁平在背后 就说古大臣骨头是红的 叫红派 另外一派呢 信说背后是 海南的出来的一个 这个当时的省委书记 也是常务副省党 这个林李明 做后台的就主张 古大臣的骨头是黑的 叫黑派 所以红黑两派就激烈的辩论 成为广东的文化革命 早期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热点话题 正在我们现在讲 那后来周恩来也被卷入了 周恩来后来 六七年初到广东 就被红卫兵当时 你知道这种直接问了 总理说古大臣的骨头是红是黑的 周恩来非常圆滑了 他说古大臣的骨头是红是黑 我们让历史来做结论 很滑头 这个话说 因为现在我看不见屏幕 请导播的话 把第三次的反地方主义的字幕 也可能已经打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看不见 对不起 我们接着讲第三次地方主义 第三次地方主义 这个规模是很小 但是是最残酷的一次 到六七年下半年吧 随着你们武汉的T20事件发生以后 全国文工武卫武斗的很厉害 广东也不例外 前年我们在文革 五十多年研讨会上 不是有人讲述过广东 那时的武斗的情况 局面非常混乱 有一批老干部 省一级的老干部 包括我们 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这个林枪云 当时省委常委 当时省副省长 跟另外一位女干部叫廖世光 廖世光在0312 第十二张图上面 可以先打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廖大姐 对 请导播把第十二 图十二给大家看一下 对外界来讲 就是很少听到这个名字 但是廖世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共的意义上的女干部 她是中央红军长城三十个女干部之一 就是跟邓领超 蔡畅 康克清 他们当时头是广东省另外一个省委 叫李坚珍 她是指导员 对 她是她的当时的丈夫是凯峰 她是凯峰的夫人 对 当时她凯峰的夫人 她是这个大概是四十年代末 他们就离婚了 她后来就调回广州工作 但温哥前是社会工业部的副部长 还是哪个厅长 这样子下来 也是一个非常有老资格 跟中央人脉很广的一个老的女干部 她是58年初南宁会议以后 毛泽东率你这帮中央委员到广州 搞到广州接待的手忙脚乱了 这个车都掉不过来 那个廖世光就去看邓丽超 带着当时身为一些干部去看 邓丽超披头就说 说世光啊 你知道吗 本来又犯错误了 就是关系这么好 披头第一句话就说 因为 不是因为反冒进 被毛泽东批了 那个 第一句话就跟廖世光说 说人来犯错误 我就关系好到这种地步 我反映这个侧面 回头想 林强云跟廖世光两位 就请了几位 当时也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们上次介绍过的尹林平 这个冯申 就是你说那个字很难写 三个火一个木 三个火一个木 冯申 这几位在林强云家里商量一下 说广东太乱了 眼看这个 六七年这个秋交会 秋季中国商品交易会就没法开了 当时这个秋交会在中国的经济 非常非常重要的 唯一的对卖贸易的窗口 如果因为武斗秩序乱了 这个军广会又无所作为 就听着这个 我们要向中央反映一下 当时军广阴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 老资格的这个 军广阴也在场 他们几个人就开了一个会 开了一个会 这次碰了一下头 商量给中央写封信报告 这个事情又被 黄永胜为首的 军广会 后来的广东省根本被抓住了 就以这个为契机 把他们定为 地方主义翻案集团 叫地方主义翻案集团 以林强云为首的 廖世光是幸免的 以林平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但是林强云 冯森 还有我们上次介绍过的 饶章峰 一个明明在广东省会的 统战部长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都被整了 冯森当然也被整了 就是林强云前两次 都是全身而退的 他为人非常忠厚老实 而且与世无争 也没有子女 有一个养女 在中央翻案周一带 这个继承干部当中 威信非常高 因为他抗战开始 一直在坚持 创立了这个中央纵队 后来被撤了 再回来 原来当 也是在工会 慢慢因为整了 第二次地方主义以后 逃出觉得要 启用一些地方干部 才把他安排成 广东省常委 副省长 这样的一个事物 他还有冯森 冯森是当时越中中队的政委 前方前 也被整 整到 关到越北 这三位 你看看他们有一张照片 我把他们三位摆在一起 对 这个 05 05号图片 请打出来 因为 大家看看 这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共同的特点 就是 他们都在1970年去世 对 他们都是1970年去世的 同一年去世 都是死于受虐待 像林强云吧 他糖尿病很严重 就不跟他治疗 后来到临终的时候 把他弄到广州去抢救 已经来不及了 抢救的时候 我听我一个朋友讲 当时省医院当护士 门口站两个当兵的 除了当职的医生 指定的医生进去 以后谁都不进去 就是这样的 中央后来就去世了 那个冯森去世的详细情况 我还找不出来 但是 劳扎峰就更惨 因为他一直在广东 去找他外调 广东香港 找他外调的人很多 就是所谓外调 你知道当时的情况 就是 跟他认识的人 可能有问题 找他调查 劳扎峰就如实讲 来调查的人非常不满意 又挖了一坑把他活埋 活埋到一半 说讲不讲 那扎峰峰还是不讲 把他放出来 已经奄奄一息了 后来不久也就去世了 他最年轻 他应该是去世之后 才六十来岁 我看到是 1913年到1970年 他才57岁 67岁 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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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世 这个 我想起你刚才说的 刚才说的是 那个古大存 如果再 再熬两个月 逃住那个时候 下台了之后 可能他的命运 有所转机 那么这三个人 也一样 这三个人都在 1970年去世 他们如果再熬到 1971年的 913 黄永胜 黄永胜也垮台了 那他们 是不是也会有转机 这个我要接着讲 黄永胜为什么 我要点他一句呢 因为黄永胜这个人 其实 在广东文革这一段 整人整得相当厉害 虽然 对他赢家两面 就是他也受迫害 后来也是很冤 被拉进这个 一个所谓政变阴谋 但他整人整得非常厉害 他们就抓住了 林强英他们开会 这个契机 就成立了 31办公室 我听说 我没有证据 我把梁兴出的照片 也打出来了 他是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也是黄永胜的助手 我听说 这31办公室 是梁兴出负责的 如果我弄错了 我向他 向梁将军的后人 跟他亲友道歉 但是我不只听一个人说 这个专案组 是他负责的 他这个专案帮手 把所有的相关的 这个专案 就跟南方 所谓叛徒网 所有在广东参加共产党 都是假党员 叛徒 然后南方的地方组织 叫突飞武装 他们整这些人 这个很多人 因此入狱 不得非正常死亡 家破人亡 一直整到林彪事件倒台 一切就突然停止了 这些人大批还在干校 71年9月的时候 还在干校 到72年 73年 才逐步的 所谓 恢复工作 还没有平反 逐步的一步的恢复工作 但有些人已经 已经营演一戏了 有些人已经家庭破裂了 有些人被整合乡下了 还有些人就是 反过来 有些激发别人 人人质疑恍恍不可终日 这些都是被选进去的事情 这个 913以后 广东的局面就大变了 这根本就不是 原来那种军人 张牙舞爪那种局势 那时候 我们学校那个军代表 突然就粘了 整个人就粘了 看到我们乌安打着乌那样 就是对他们打击非常非常大 他们原来都是饰演的人 都是这些团一级 富士级的干部 他们原来 这个鼓吹林彪也是鼓吹得非常厉害 突然那时候就不行 所以这个事情 也带来了一个转折 你看这个假设挺有意思 如果古大纯 不是六七年 六六年去世 也可能他也被再整一次 这很可能 对 这个人性格很感知 不会经意去 因为像黄永胜啊 梁幸初这些人的话 跟他也不是一个六子 不是一个山头的 他们在东北的时候应该是认识的 因为古大纯毕竟在东北工作过 但是要涉及到广东这个 那陶宿自己也东北工作过吗 他跟古大纯也不 对啊 工作过不等于就是好朋友 就可能也有矛盾 这个很难说的 对 古大纯跟彭真那边走得近 那跟林彪肯定就有所隔阂嘛 这个可以推测的 这个可以往上推 所以第三次地方主义呢 我们现在回过来讲 就说三次反地方主义 第一次很多网友也说 这不是他的残酷吗 就测个值啊 降值也不是测值 降值掉走就算了 第二次呢 就测值就厉害了 打击面就管了 还有一些被开除的 继承干部 第三次呢 就是体罚啊 甚至造成非常多死亡 都发生了 所以有时候第三次反地方主义 一次比一次更惨烈 到不见的一次比一次 规模更大 但是涉及的面也非常广 就是文化革命当中 整 有几个模式 比方说你是出身好的 所谓评价总统公主义 就是你背叛了自己阶级 如果出身不好 就更现成啊 这个是布希基的孝子贤孙 广东大部分就多一顶帽子 这个地方主义 假党员 这个突飞武装 这个帽子就随便就可以套上去了 就整个人就更加轻而易举 不用逻辑什么罪名 直接的帽子 手边的帽子扣上去就是了 这个就是 毛刺进这顶帽子 就制造了无数的这个 啊 惨剧可以这么说 就是反对三次地方主义啊 回过头来讲 就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越来越方便 随便给你扣个罪名 第二个人就是 手段越来越残忍 第三个人就是涉及越来越广 我刚才讲两万多人 这是指的是在职的干部 还有家人呢 还有亲友呢 还有一些 间接的 另外一个侧面就是 有些人积极起来揭发 这个自己的老同事 老战友 到平反的时候 他们就是恍惶不可终止了 是吧 这些人也其实 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害者 这个 其实受害者 这比两万多人要多得多 对 对 第三次党的地方主义 我就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个 我觉得这几位叙事的人 本来要单独的讲 都有一些很长的故事 像林强云 冯生 劳章峰 对我自己来讲 我对他知道的不太多 他的资料到网上是最多的 因为他又是私人 又是作家 又做过统战 又搞过文化 所以回忆他的文章是最多的 但是林强云跟冯生这两位 我是有很多很多 他们的相关的故事 我可以随便讲一个吧 讲冯生的故事吧 冯生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诙谐的 这个 为人风趣诙谐 他参加过长征 上海中国地下工作 的经济非常丰富 有一次 他调到另外一个工作 第一个地方去工作 那个档案他就谁人带着 他当然就把它拆了 担得很大 就是说对他的正面子比较多 他写了一句 没人欠尊重 对 当官要有个官的样子 说他大概就没有官的样子 说话比较威胁 八大之前 刘少奇专门找冯生 跟林强云这两位老公会干部去谈话 他们都是老的 公运出身的 跟刘少奇非常熟 找他们谈话说 你们两位论资格 论地位 都应该安排为 候补中央委员 但是中央就是没有安排你们两位 因为你们长期 没有在中央工作的地方 比中央比较远 所以希望你们理解 他们的地位就是相当于这样一个 准候补中央委员这样一个地位 资格非常老 所以他们两位都是人后长者 应该说是 这些后人都非常 熟悉他们都非常怀念他们 像这几个人的话 他们70年才去世 那个时候你都应该见过他们吧 我都没有见过 因为我不在广州生活 小时候我就不在广州 我真正上大学才去到广州 长期住在那边 所以当然你说 我坦率说吧 林强云跟我父亲 跟我父母 跟我岳父岳母都是 都是他们的老领导 那也可以说 我岳父岳母的婚姻 还是林强云批准 直接批的 我岳母真是林强云 直接带出来托产的 这个渊源比较深 冯森就跟我岳父 合作时间很长 很多故事都是我听老一辈讲 但是他们本来我都没有见过 说到这儿的话呢 就文革结束之后 刚才我们说的 整个这个一次又一次 比一次狠的 这个反地方主义运动 就该来一个 从根本上的翻个了 这个就要 重新来要来检讨 要来审查 要来反思 这个反地方主义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过程呢 你说马上翻个这个事情 我也不能同意 因为这个平反历程 等一下我要详细讲 分了很多个阶段 前后长达15 15年 1979年习仲勋开始 一直到1994年 中央给方方 完全恢复名誉为止 前后延续了15年 激方主义这一页 才算接过去了 这一页 这个15年当中 我们最好是分成 三个阶段来讲 第一个阶段呢 我就把它定义为 习仲勋打开缺口 好 请我们的导播呢 把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 关于反 开始平反 这个过程的 第一个字幕 就是习仲勋打开缺口 这个应该是 七号图片 对 为什么我要把 定义成这个呢 因为习仲勋 是 因为是七八年 四月份 调到广东当第二书记 因为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维国卿 维国卿主要是在中央 他是政局委员 总政策主任 他总共猫在这个 这个广东嘛 然后到这个 这年的年底吧 几个月以后吧 我忘了是哪一月 那维国卿就卸任了 就是 习仲勋就担任 这个广东省委 这个第一书记 第二书记是 杨尚坤 为什么杨尚坤来广东呢 我是听说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 叶剑英这个人 这个也是深谋远虑的 他调 是他主张派习仲勋来广东 因为习仲勋 这个老的政局后部委员 这个国务院副总理 他资格是非常老 这是他还能镇得住 广东这些各种人 他地位比他们都高 那第二点呢 就是他因为 陕北这个地方问题 被整过了 所以他 我相信 叶剑英本人 也是对这个事情 有点暗喻 他就跟 习仲勋讲 你们要看好 中国南大门 充分配合大业的干部 就是这样 叶医生 习仲勋来到广州以后 我当时在 我们刚上大学不久 4月份 他第一次 从他的讲话 我印象非常深 就像地方主义的问题 我们要两看 他说我是三北人 听到人家讲三北话 觉得特别亲切 这也不能算地方主义吧 我觉得这个有戏 我们这个 我们父辈这个平反 这个有戏 结果 后来看到 特别是看到杨丽 说这个日期定得很准 那他就听 也是开社团会 有一个干部就说 这个逢古联盟 这绝对是错的 因为他们两人关系 非常糟糕 两人见面就吵架 怎么是联盟呢 习仲勋就很认真地听 就说 你说这是事实吗 我请写份材料上来 就很看重这一个 这个点 就大概心头九个数了 那杨尚坤来广东呢 是习仲勋亲自点的名 为什么呢 那个叶剑英 他当时自己 几方初期是广东省 省长兼广州市市长 他希望 习仲勋也兼广州市市长 这个我是比较小人之心的 后来他儿子叶选平 就当了广州市长 然后就才当了省长 我当时就叶的话 那可以一步到位 就是这个是我小人之心猜的 这个 习仲勋就说 这个我忙不过来 因为广东我也不熟悉 我就 我们叫杨尚坤 跟我一起去 他去管广州市 我还管广东省 那叶水同意的 这是西洋体制 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出去 杨尚坤人思想也非常解放的 他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组织他们去香港参观 这门干部 这四位书记管经纪的 这个 除了负责去香港参观 就准备打开局面 就这样 欢迎外资来建酒店了 什么这样 我们任务上完成的 那第三个人呢 这是 我看到所有的书面 跟网上的材料都没有提及 是公子荣 我希望能不能把那三个人的照片 发出来 对 应该是第八章 好 公子荣 不对 我说错了 不是第八章 是第 我看看啊 第应该是 第六号图片 六号图片是 习仲勋 杨尚坤 公子荣都在上面 我们看 为什么我要特别谈谈公子荣 公子荣 这文歌前世中央 是杨尚坤的副手之一 在七本语论文章里头 那回忆里头对他有很多微词 这对于 他在我 在去年看到的 公子荣 他来到广东 负责这个 主持工作 他是省委第三收集兼主持部长 我现在看正式的文献对这事 提到我听当时的 就是当时也在位的干部说到 这个平反冤假错乱 主要的工作是在公子荣在做 当他们第一步做的 就是从最容易的入手 因为我以前说跟你口头讲过 被坏人整 就比好人整好 最后这个坏人呢 就是林彪啊 私人帮啊 包括老毛啊 被他们整过的话 你比较容易 说这是他们冤假错案 就把文和大革命 这一次第三次的 反正立方主义呢 事情先把他澄清了 先林强云啊 因为黄永胜是坏人 所以黄永胜垮台之后呢 这些人就比较好平反 是吧 对 然后就林强云他们这一批人 就恢复名誉了 尹林彪也恢复工作了 这个 还有一些受到冲击的话 一个干部 就是把他们所谓家党员啊 这个叛徒啊 这个突飞武装 这些问题都很快澄清了 所以还没有证明 涉及到地方主义这个事情 这个是龚子龙 就可以说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吧 所以当时受到这个 受惠的人对他还是比较怀念的 所以特别要提他一句 在这里 因为他别的材料 没有提到他这个人 特别的说他一句 龚子龙 他当时来的话 是不是因为杨尚坤来了 把他就推荐他也来 带过来 我觉得是 但是我没有证据证明 文革前夕 他就是杨尚坤的副手 说比较熟悉 对 他们三年来的意味很明显 就是原来 这个广东省委这一批 这批文革当中 干部应该就是靠边了 就是至少是要全力要受到削减 他们三位就走出广东省的广东市 这两分的全面工作 那个习近平后来 就是1979年吧 就79年 他就 去年八月 就发了一份 这个夫查 地方主义的寝室给中央 这是第一个缺口 因为地方主义这个帽子是锚定的 锚定虽然说 具体案件可以平反 但是锚定的一些话 当时还是被奉为闺孽的 你不能随便动 而且 当时广东省委里头 有一批相当一批负责人 包括省委书记一级的 当时就是反地方主义在干将 第三个因素呢 当时赵紫阳已经慢慢地崛起了 这个受众了 曾志已经担任了 陶助的夫人曾志 已经担任了中央中处部的仓务副部长 至少是副部长嘛 是不是仓务 我现在不敢肯定 但他地位是比较高 因为他资格够老 不光跟老毛关系好 跟中央其他老人关系也相当不错 而且他陶助是受害人 所以曾志本来就 温哥前就是广东省委 所以书记书不书记吧 这个地位也不低了 可以当个副部级干部也措手有余 正部级干部也措手有余 所以你要反地方主义 就要面对这两个巨头 一个是赵紫阳 一个是曾志 还有地方这些这一批 因反地方主义而得到提升 坚决主张反地方主义的一些干部的抵制 所以他这个请示 说的流了很多尾巴 认为是就 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 运动是必要的 或者是扩大化了 所以主张 第一步先为所有涉及到地方主义的 县科级以下的 不含县科级以下的干部 平反 就是一般干部了 全部平反 这个虽然是非常令人不满 干部 但是 这就算打开一个大的缺口了 过了两个月 中央就批复了 也是这个79年的10月份 中央批复了 同意广东省委的情势 就同意说两个意见 这是一个是开始复查 另外一个人认为是这个运动是必要的 另外第三个就是 为这些县科级以下的干部 于得平反 就打开了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缺口了 然后 其中心并没有就此罢手 就是他们到80年吧 80年 这个广东省纪委 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复查 这个冯白居 胡大臣案件的 这个问题的复查报告 认为 他们 这个所谓反党联盟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他们没有联盟 组织上 思想上 行动上都没有联盟过 就是 至于是不是反地方主义 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就是 就只说他们两个没有联盟 所以 坏说坏就是没有联盟 他会58年对他们处分 至少是过重的吧 你的思想问题 地方主义 像方方他们那样的 至少是 这都是给个降值 但是你那个处分非常严厉的 然后 然后 这个 到了这一年的八年十二月 身为准备一份叫做1980 102号文件 准备上包中央 要给 这个 古大纯 外聚 恢复名誉 但是 说他们当时是有错误的 这个对他们的批判 也是有必要的 就留意到这样的尾巴 这文件没有正式的发出去 这个 信任杨上坤就离开广东 他们在广东时间 只有两年 两年多 这时间并不是 两年八个月吧 大概是 他们这年年底就离开广东 这个阶段 那这个文件就没有上报中央 没有正式的报 那中央是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由习仲勋 杨上坤 他们在广东主政的时候 先把文革的这些平反了 然后把这个 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这个就会复查 早时可以复查 一开始复查 那就可以走下一步 我们现在请导播 把第二章的文字 给你打出来 那就是09号 09号图片是个字幕 就是您讲的是 讲的是第二步了 第二阶段 就是仁仲宜顶住压力 这个压力 那仁仲宜其实呢 仁仲宜跟杨宁光 两位调到广东 杨宁光是新工部的部长 那个 仁仲宜呢 是梁宁省委第一书记 调到广东来 大概仁仲宜是看准他 第一次要在辽宁搞一个 北方的深圳 这样的一个决心 觉得他比较开放 而且他平反 约仁甲串也比较 比较大胆 思想比较解放 大概调到这个 梁宁光当然他 经济工作肯定是有他的长处了 而且他是 华侨出身的广东话 他也会讲 在广东开始工作 也相当容易一些 梁宁光第一步来广东 他并不是当省长 他是这个第三把手 他是广州市的第一把手 广州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 当时已经党中分开了 很多市长跟市委书记不同的 但是梁宁光因为 张显他重要 我们两边都见 那个当时的广州省长 是刘天夫 我们有一张照片 是08号 对 我们任仲仪 梁宁光 刘天夫三位的照片 就是当时的省委的 主要领导人 就是这三位 任仲仪 来广东之前 当然是到中央 让敬见各位大佬了 赵紫阳见他的时候 这人说话就比较谨慎的 就说要团结所有干部 我觉得历史问题就比较翻腾了 这个当然有深意了 就是当时邓小平说 历史问题一出不一戏 所以有一个隐含词 就是要细的话 整他自己头上 因为他是总书记当事人 很多具体事情是他做的 细的话他自己 逃脱不了干系 赵紫阳同样有这个问题 广东问题当时逃出决策 很多执行是赵紫阳本人执行的 细的话不走到他自己头上 按照任仲仪跟梁宁光的理解 中央是对习洋两个人的实证是不满的 所以他们来了广东的第一步 把一些习仲勋、杨昌坤 重用过的干部 把它慢慢地摆在一边 个别干部了 不要很多 有一部分 曾经最活跃的一批干部 就把它放在一边 相对没那么重用 而且习仲勋、杨昌坤 和杨昌坤在中央以后 也是自嫌的一段时间 但是形势很快就转了 习仲勋就当选为政治委员 书记处常务书记 杨昌坤是人大秘书长 然后接着就是中央军委秘书长 习仲勋当时听到有点晃了 怎么这个局面转那么快 这是闲话的 这是没有根据的 这是省委那些小干部门的传言 那其中央军委就把这个1062文件重新捡起来 要求就两年以后了 这1982年了 重新上报了一个文件 就是提目也是关于这个 冯白区古大城 同志问题的复查的请示报告 把一些复查的结果 准备上报中央 改掉了是什么 批判他们的必要这个尾巴 把它砍掉了 砍掉了 陈仲仲仪耍了一个花招 这个报告呢 就先拿给胡耀邦批 胡耀邦就批了 然后他拿给赵紫阳看 胡耀邦都批了 赵紫阳也不能说什么 就没有吼 我平时要认赵紫阳对平反地方主义的事情 虽然是不积极 但是他也没有这么阻挠 但是一个压力就在那里 他不是他的为人 就是你要平反就平反吧 就这个意思 他并没有说刻意去想把阻挠 所以这个事情就批下来了 但是 胡耀邦的家人对这个还是不满意 因为没有彻底恢复名誉 这是说平反 胡耀邦的夫人 叫曾史文 历史史文这样的文 他跟胡耀邦一起参加游击战争 坚持一个队伍 我剩下十八个人坚持下来 然后一起去延安 在东北 他跟中央很多领导人都很熟 包括东北工作过的彭真 黄克诚 在华北的薄一波 这帮人 都非常熟 胡耀邦也很熟 然后再去一个家要上访 那他们按照我一般人的话就孤儿寡母了 人家都有点同情了 薄一波见他们了 黄克诚 少后一点也见他们了 就是眼睛都看不到了 一个问他子女情况很亲切的 我们有一张照片 你看看他在薄一波家里合影的 就是那次上访的时候 1983年初上访的时候 在薄一波家里照照片 他带着一个儿子一起去 对 这个照片是10号照片 但是这里出现一个波折 当然这中央人都表示同情 这么早就被整 我们是60年代被整 50年代被整 说了一些大同很同情的话 都是要帮忙 但是出了一个波折 当时中纪委的主要副人之一 黄克诚 黄克诚 他跟古家也很熟了 他跟这个 但是突然就在找他们谈 说不要闹了 我们还想坚持这个1980年的份 广东省委102号的文件的结论 郑士文相当愤怒了 因为这倒回去了 就82年本能把他的必要 批判必要的尾巴割掉了 回到80年就说他们 是犯了错误的 批判扩大化了 太严厉了 郑士文就想 这王瑟寿这个人 他跟陶珠关系太好了 他们当时都 王瑟寿当时是 是陈云的秘书 在延安时一度 那个陶珠是王家强的秘书 他们几个人都关系非常好了 所以就直接找黄克诚 黄克诚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到人了 一般都不见人 但是还是见了 见了这个 这个 这个 郑士文 我这两个 可能讲 结果一方面就劝他们说 这个历史问题啊 我们就放下吧 另外一个就说答应帮忙 把他们再看一看 结果 郑士文这次上访还是有效的 中央大概是 我看看 中纪委 中纪委后来到83年1月份 郑士文 去上访期间就发了一个文件 就 就 撤销了 这个 对冯谷的所有处分 向中央上报了一个这样的情势报告 中央很快就批了 十天以后中央就批了 82年2月 83年2月9号 中央就发出了 为冯白区五大神恢复名誉的通知 全面平反 正史文就要求广东省委尽快地把这些通知传达到集成相关的什么 王成文也一一照办 这些事件要求 对整国同志道歉 还有恢复名誉 就不是他本人 就是他们继承那些受牵连的人 古大臣跟冯白区这个事情就算是 接过去了 就是彻底恢复名誉了 就算 还算是好 但是接下来呢 还不是说这就彻底解决了 因为当时来讲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广东的一批南下的干部 以及一参加走地方主义的干部 广东干部 还在位 还有影响 所以到1985年吧 应该是1985年 邓丽群 邓丽群主编一个叫当代中国重书 当时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闹得挺大的 因为各省要编这个当代中国重书 其实就是相当于编一个地方史 广东编 江苏编 这两边 我是细心看过的 这个 就是广东写写这段 建国以来的历史之后 难免将涉及两个问题 一个是土改 一个是反地方主义 这把写一个初稿以后呢 就发给了28位 省一级的老干部 看 有些已经半退的 有些已经全退的 一些老干部 看了以后 有几位曾经担任过 省委书记一级的干部 就反弹得非常激烈 说 五六年 这五五二年 这事情是毛泽区亲自定的 这广东的土改当时 确实搞不好 因为批地方主义以后 土改当时还推进 这个案不能翻 第二个呢 就讲 广东干部 确实有地方主义干部 倾向存在 就还是讲了一个 当时一批 这个正线级的干部 反正副线级 还有一些 南下大大军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这些等等 这个 他们提出一个 这样的要求 说 不光是给我们 这广东人看 应该给一些 曾经在广东工作过的 负责同志 包括赵紫阳 张根生 安平生 文敏生 这些人看 这个倾向就非常明显了 他们都是 反地方主义的当事人 他们怎么会 同意你 把他们过去 至少是不愉快 不要说不光彩 不愉快的历史 再翻出来 再讲一遍 后人都知道 后来 当时 负责写 这个写说班子 就很为难了 但是 当然有一批 老干部 坚决主张这样写 那 都是大胆发言的人 就是有廖世光 我刚才说漏了一个人 就是刚才讲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忘了讲刘天夫 本来我讲一遍 就讲 跳过去 刘天夫当时是 郑省长 他是 四川人 广安人 但是他长期在广东工作 在广东是有深厚感情的 反地方主义的时候 他是站在 南下干部那一边 反地方主义批凡的 但是他反省时期 反省很深刻 所以他对任仲宜 后来下决训反地方主义 其实很 很关键的作用 他当时是 任仲宜的主要助手之一 郑省长 而且在广东 改革开放早期 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 为人很爽朗 很正直 所以我必须要补充 说这一句 讲刘天夫 现在我们回头来讲 廖世光 廖世光 他说 我们要第一 写这本书 要尊重历史 第二要畅所欲言 要还原历史的真相 该是正确的就正确 该是错误的错误 我们好像有一张图片 有这个要重书 第十二号图片 这个廖世光这个时候 廖世光这个时候 带着什么职务吗 八七年时候 我相信他已经是 是不是人大已经退下了 当时还有顾问委员会 是不是在顾问委员会 他不是中顾委委员 但是他省顾委的肯定 超有资格当了 但是 这是八七年的事情 他这个话对写作班子的 鼓励很大 还有一批 广告官部也支持 廖世光的意见 所以他们说找赵紫阳 找赵恩生 找曾志他们 班子真的去北京去求见赵紫阳 没见到 后来曾志 必须给曾志说一句话 曾志说 当时反对方主义是错误的 我请你们回去向冯谷他们的后家人道歉 有刚刚没有道歉 赵紫阳同志也是这个意思 曾志说这句话 就可以被写作班子撞了 曾志这句话 说这句话也不容易 他敢代表赵紫阳说 紫阳同志也是这个意思 说明这帮人并不是说 他们到那个地位 这帮地位比较超脱了 会一些事情可以 可以看得比较轻 不像广东那些一直在广东 一直在面对这个事情的压力 受压力那么大 曾志因为她是逃柱的夫人 在逃柱当年又是 尤其是第二次反帝王主义的时候 是主帅 这个时候曾志的这个表态 应该说是很有分量的 而且还代表赵紫阳说这句话 后来班子回到广东 传达了曾志这个意思以后 对方也厌弃其谷了 所以这本书也得以顺利的完成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87年代的同书就出版了 而以后的党史写广东也在党史 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提法写下来的 所以就比较顺利 也就没有反复了 这批人也老去了 被整的跟整人的 这批人也就老去了 影响力也慢慢消退了 所以这个事情也就是 留下所谓这些红二代们 就是南下的红二代们 跟广东干部的红二代们 在争执的一个饭桌上的话题 就慢慢地淡去了 但是必须地说 这个影响直到今天都有 广东的党政党干部很少广东人 短暂地出现过 像谢飞、叶选平、林若 这样的广东籍的干部 担任省委省政府职务的阶段 但是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你看后来谢飞 突然掉了北京当总会主席以后 虽然广东第一数议的政治委员 待遇不变 后来李长春、张德江、汪洋 到胡春华 现在这位叫李什么我都忘了 他们都是外省级的 这个人来广东 在级政治委员的身份来广东 当然书记 据说我们没有查证 本届十九大的中央委员当中 没有一个广东级的干部 是吧 当然我们可以说广东不喜欢当官 但是广东是一个 全国首须一指的经济大省 中央下文件 方方她的夫人苏惠 看到的心事也申诉 57年58年的事情平反了 那52年的事情还跟中央申诉 中央后来94年 已经是江泽民时代了 就下一个正式文件 为方方平反 彻底恢复名誉 所以这三字访 对方主义的全部的个儿 就翻过来 但是用了长达15年的时间 而且这个里面 看来这个夫人 有一位能干的夫人 非常重要的 你像曾史文 他如果不是反复的去申诉 反复的上访 反复的上书 那我想这个冯白居也好 谷大臣也好 他们可能都还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跟他的这很重要 夫人很重要 他不光是敢于去跑 他还是认识这些人 能见到人 他确实有这样的资历 他不是后来 解放以后再娶个夫人 我看这未必有这个人脉 他是跟他同生共死的 沿岸在东北 一直都跟着他身边 所以他这个其中非常大 但是广东干部 还是非常感激正式文 没有他这样跑的话 这个平反都会有尾巴 不会那么彻底 你看王座宋的时候 直到王座宋已经 八二年重新送了寝室以后 他还想坚持 八二年的意见 会逃入我自己的面子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平反的过程 非常漫长曲折 当时我们的大学的时候 说个人遭遇 大概一两年 这个一年 每年的当中 是又找到谈话 说你的答案了 现在你父母的 有什么问题的 撤了 平反了 换下来 就是这个 这个新的通知 已经夹到你的答案里去了 这个好像有三次 父亲母亲的 这个所谓平反 这个 什么那个 恢复名誉的这个 这个文件 最后一次好像 就以我毕业 已经以前不久 大概已经八一年的时候 所以这是第二期 现在我们的这个时间 已经到了 但是呢 我还想 多超几分钟的 最后想向您请教一下 就是回顾着 整个这个反地方主义运动 以及这个平反 反地方主义的这个全过程 有哪些体会 最深的体会就是 刚才讲这个 我想 引用一下你 跟阮民先生 做的节目当中的一句话 讲这个 陶宙是怎样 被卷入政治角落机的 我对这个题目 说实在 我看阮民先生 自己没有讲过这句话 是您讲上去 我觉得很不以为的 第一 陶宙并不是 那时候 被卷进政治角落机的 他以前被整过 不是被整过 第二 陶宙本人 就是这个政治角落机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我小时候 我估计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 就是政治角落机 是一个刀刃把肉给绞成碎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我在小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个 后晓夫讲这个 这个无产生真正是政治角落机 我也是这个理解 也没见过角落机 当然美国以后 我在超市 有时候买块肉叫那个 叫那个 叫那个 招一招 而且 哎 角落机不是光是刀刃搅的 刀刃只是把大块肉 搅成小块肉 肉互相之间挤啊 把它挤碎了 所以 所以这些人 这些 这些 陶宙这些人 包括很多共产党人也是 他不光是 被整 他也同时也整人 所以 而且就是 有些身不由己 被卷进去的 你不批判 不揭发 你过不了关 必须大家从那肉碎 你才能出来 这就是 我对反地方主义的一个 很深的 这个体会 包括 因为网友提到的 有些地方干部 包括第二次被整的 很惨的一些干部 在批方方的时候 很积极啊 说话做得很重 还有一些身边的秘书啊 工作人员啊 包括一些 前面讲的一些 很尊重的长者 他们也没有免俗 也批得很厉害 包括第二次的时候 出来揭发逢古人 等于有些人也是 很受尊重的 包括陶股 陶赵两位 我也是 我非常尊重的人 我上次陶赵的事情 我已经讲 赵紫阳的事情 我也讲 他们在对广东的建树 经济建设也好 文化建设也好 对这个全国 特别赵紫阳 全国的改革开放 对这个 特别是 89年体现出来的 过人的风骨 以及后来的反思 我非常 非常尊重 一直把他 你也知道 我写过一幅对联 你对你老师提起的 这幅对联 我对他还有 这种特殊的感念的心情 但是身处在一个这样的 政治环境 没法 一定要整人 但有些人整得比较恶劣 有些人就相对温慧 只是在这个角度上 很多共产老干部的晚年时候 我都说 我一生没有整过人 但是我是不大 相信这些话的 我也不太相信 难免说 包括我们熟悉这位长者 徐老 他说他没有整过人 我心里头真的不相信 真的不要相信 你说的徐老 就是许家屯了 是吧 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一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就是这个被好人整 不如被坏人整 被坏人整得很容易平反的 要是你直接被林彪迫害 被黄友圣伦迫害 你可能70年代中期 可能就会平反 如果你被这个毛泽东整的 可能到70年代后期 到70年代后又会平反 你被邓小平整了 那你就惨了 你看树域就是一个 真典型的例子 对 反教教主义这个事情 被整 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平反 这是中共党内的一个特点吧 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讲过的 就是这个平反 这个时间顺序也有意思 反过来的 就是从文革那时候发生开始 第二次平了反 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才平反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靠近的地方影响才大 就是 呼声 平反的呼声越高 那远一点的话 相对来讲 就隔远了 像方方的那个整人也比较少 而且这个影响也没那么大了 所以这书会 幸亏书会还在 坚持上述 最终才平反 所以这个事情也成了这个 中国这个平反 变小串的一个 一个特点 所以我大概 回过来讲这个 反地方主义这个话题 我大概也能讲 就这么些了 好 非常感谢 我们这次节目 时间也到了 本来我也想 也想这个 就你刚才说的这几个话题 也想 也想谈谈我的感受的 但是呢 我们就不在这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我想我们今后 还会有机会 因为你对广东的情况 这么熟悉 我们还有好多话题 广东它 作为全国这么一个重要的省份 而且有这么多 从这个辛亥革命开始到现在 有这么多 出了这么多的人物 著名的人物 著名的事件 可以说是引领全国 全国的这个风气之先的这么一个省 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我们在这里呢 就先暂时割下不提 今后啊 反正你做好思想准备 我还要找你的 好 非常谢谢啊 非常谢谢 谢谢梁国雄先生 谢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谢谢我们的电视导播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那我们要谢谢这个 白林先生的这个引导 谢谢这个导播的技术支持 谢谢观众的分享和评论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会计师说节目 一年一度的美国报税季如约而至 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持有美国工作签证的外国人士 或者是学生 只要是在美国拥有收入 就需要被征税 那我们今天同样请到了施利明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注册会计师施利明女士 来给我们详细解释解释一下报税的相关问题 施女士您好 你好 你好 施利明会计师同时拥有纽约州和马赛诸塞州的注册会计师执掌 在这个行业呢已经有超过15年的经验了 他曾经是全球知名的房地产公司税务经理 也是跨国公司跨国上市公司高级税务会计师 是上市银行PNC的基金税务分析师 也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再次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杨杨您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还有这个时间 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2017年报税的几个注意事项 和2018年新税法一些方面大家都挺关注和关心的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谈一谈留学生报税 那上一次呢我们在讨论留学生报税的时候呢 大概讲了一些条框 今天呢我想再跟大家讨论一些具体的细节 比方说一个留学生他来了美国 已经从本科读完 然后读完了之后又读了硕士 从硕士毕业之后呢就用了OPT找到工作 然后这几年我们应该怎么报税呢 有哪些方面要注意呢 我想跟大家呢提醒一下啊 比方说一个留学生他来美国已经有四到五年 一直是作为international student 当他报税的时候呢 报税表呢要用1040NR 这样呢也可以在前五年报税的时候呢 用到一个条款叫treat 中国和美国之间有一个五千块钱的免税额 但是如果你待了美国超过五年以上 然后你也毕业了 你也开始工作了 你的身份是在OPT和H1之间的情况下 我们呢建议你就用就用美国的报税身份是居民报税身份 用表格1040 那这样呢你已经超过五年 我们呢就不建议你再使用treat这个五千块钱的免税额 第二个方面呢就要谈到OPT到H1B这段时间呢怎么报税 上一次呢我们也简单的谈到了一些 很多留学生都很模糊这个概念 我怎么付税 我应交哪些方面的税 听到说说报税 哎呀美国的税有很多种 听得有点糊里糊涂 那简单来说呢 留学生一般参加工作了 他们就涉及到这几方面的税 收入所得税和薪资税 还有可能呢就是大家常见的就是资本利得税 那你在美国参加工作了 雇主呢就会给你出W2 你每个月拿到薪水和拿到了paystab 到年终呢就有W2 另外呢 有些留学生呢到了这儿呢 有买了一些股票啊 基金啊 债券呢 一年完成了之后呢 他们交易下来股票公司 基金公司也会根据他们的收盈情况 出的表格叫1099 这样的话呢 大家呢就要收集好这些收入信息到报税的时候呢 来报税 那我再谈一下 作为留学生 他们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就是fica tax 他们想知道fica到底属不属于他们应该缴纳的一部分税资 从OPT这个角度来讲呢 留学生是不需要缴纳fica tax的 因为您是属于国际留学生阶段 那个时候呢您不属于美国的居民报税状态 一旦您的身份从OPT转到了H1B 那从每年的10月1号开始 您正式成为了H1B的那个visa状态的话呢 那雇主呢就要根据这个情况来跟你扣除你的fica tax fica tax呢就是社安金和医保金 这两部分呢比例呢一个是6.2% 一个呢是1.45% 好那这个呢叫做薪资税的方面 到您退休的年龄呢 您达到了一定的薪资的报税水平 或者是你累计到了40个G点 报税长达10年以上 你到了退休的年纪呢 那你就可以拿社安退休金 所以这部分的税金呢目的就是在这个方面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讲到的是收入所得税 那一般留学生今年他拿了W2上 W2上有很多数字 这个抵扣那个抵扣 有医疗保险抵扣了 社安金抵扣了 收入税抵扣了 还有退休金账户抵扣了 那确实是对于新到美国来的人呢 不一定非常了解 所以呢到了找会计师的时候呢 会计师会跟你介绍 跟你讲解你应该报什么税 多拿缴纳多少税 收入税里面呢 W2是一种 那第二种呢有一些留学生 他们就会在这里打个比方说 做一些股票买卖 股票买卖的盈亏呢 这就叫做资本利得 简单来说呢 资本利得呢 就是不是你的积极收入 是你的被动收入 或者说是消极收入 那这部分的税率呢 和正常的earned income的税率呢 是不一样的 还有呢里面也分长期和短期 有些炒股票炒基金的人 赚钱或者亏钱 股票公司会分出这是短期 这是长期 表格有长达十几页 那会计师呢就会告诉你 长期是怎么报税 短期是怎么报税 另外呢你有亏损 每年是可以抵扣多少 那打个比方说 哎呦我今年是赚钱了 我的资本利得税 大概是在15%左右 一般的情况下呢 它跟你的收入呢 是税率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如果您亏钱了 那我这个税不要交 那我怎么抵扣我的资本亏损呢 那单身报税呢 一年是1500 如果是家庭核报呢 一年是3000块钱 那还有一种情况 那我的资本利得 我有亏损是超过一万以上 那我能不能全部 在当年里面抵扣呢 答案是不可以的 所以每年呢 逐年抵扣几千块钱 累积在carry到future year 你可以逐年抵扣1500 或者是3000块钱 这个呢也是根据你的 报税身份来定 另外一个呢 那我再详细想跟他 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国际留学生 他们知道 他们作为国际留学生呢 有一部分的fica税金 暂时不需要交 但是呢 雇主呢 在没有知道 他们是留学生阶段呢 还是作为美国居民报税身份呢 就直接扣除了他们的fica tax 那我们来报税的时候 该填些哪些表 然后怎么来准备税表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opt阶段 那你要报税的时候呢 提供或者你有f1的f1的表格 就是i20 另外呢你的eid公卡 也是证明你还是 呃就是非居民状态 或者呢不是正式的工作签证 这样呢要填一个表呢 叫做843表 把你所已经预扣的这部分的fica tax呢 呈现在这张表上 发送到国税局去 国税局就知道您呢是国际留学生的身份 你是f1啊 l签证啊 这里学生暂时不需要抵扣fica tax 那您就会把这部分 从1月份到9月30号 这一段的fica tax呢 拿refund的回来 那还有一些留学生会来问 哦我们就要讲到嗯 报税软件哦 那杨阳你第二个碗第二个问题 您会说一些呃软件的应用是吧 对呃就是其实有很多刚毕业的学生啊 他们都会自己diy报税 一方面呢是可以省下一笔费用 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报税啊 学习一下会计跟税务方面的知识 但是diy报税对于很多新手小朋友 老白来说可能会存在很多误区 那么想请是会计师给我们讲一下 呃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正确的diy报税 在那个税务软件市场呢 也有很多税务税务的软件供大家使用 但是呢如何正确使用这些税务软件 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特别是对来到这里留学生的身份 他们不知道怎么来一一回答 税务软件上提出的问题 和不知道哪些方面哪些金额 放在哪些栏目里去做抵扣和正确报税 所以呢 diy软件呢只能适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报税 如果您有比较复杂的报税呢 有第一个报税软件的应用呢 您不是太熟悉 第二个呢 报税的税务方面的知识呢 您不是太了解很容易就是出错 第一个呢会少报税 第二个呢您能够拿回来的 能够拿回来的refund呢 你没有报对的话呢 那你也就拿不到了 很多时候呢留学生说 我们用了diy的软件报税 软件上面叫我们填哪里 我们就填了 但是还是收到了国税局或者是州税局的一些通知 或者说我们呢有一些信息不全 不能暂时拿不到退税 或者是拿不到FICA那部分 那就要跟会计师呢 就是来谈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所以呢 国际留学生那一段 其实说简单也是简单 但是说复杂呢也是复杂的 并不是说前几个数字 就能够就能够把这幅这个税表做好啊 还有下面呢也有几个方面呢 我想呃再跟大家呃快快的 快快的说一下呢 就是作为作为留学生方面 留学生方面来怎么报税 留学生呢他们他们有的人呢 他说我除了工资之外呢 我还有房子出租对吧 我房子把个比方说我是租房子住的 能不能抵扣 那出租房呢你花这部分花箱呢 就是不能抵扣了 那打个比方说 留学生说我啊 嗯有学费支出 但是呢有些学校呢是没有学费单 在你留学生期间呢 有的学校会给你发学费单 你可以用来抵扣 有的学校呢知道您是国际留学生 并不一定有学费单 那你这部分的学费支出就不能抵扣 还有一部分呢学生呢他们说 嗯我还有一些收入呢打个比方说 我买了一个小的小的co-op 我呢自己自己自住 然后呢年底的结束了呢 co-op公司给我们几张表格 上面说我们有多少多少的税金 有多少多少的管理费 还有多少多少的房贷利息 这个呢是怎么来去抵扣呢 那co-op公司呢到年底的时候呢 都会给你一份 嗯co-op的co-op的这个公司的证明上面呢 告诉你你作为co-op的一份子 你拥有了这个units 那你可以抵扣的份额是多少 所以呢你们告诉我们之后呢 我们就会告诉你 你的税金应该是 你们多少share乘以每share是多少金额 还有管理费呢 这个在税表上呢是不能作为抵扣的 有些留学生说 这些费用我都支出了 不能抵扣在我的个人税表上呢 简单来说呢只有地税和你的房贷利息 可以作为你的抵扣 其他呢你住住房的住房的开支呢 就不能抵扣了 那欢迎其他的如果还有这方面的 这方面这方面问题的留学生呢 到我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呢也给你们做一个资讯和税务规划 那看来DIY报税需要谨慎呀 如果不明白的还是需要咨询专业的会计师比较好 要不然你很很有可能拿不到你自己退出来的钱呢 那刚刚呃 那上一期呢是会计师给我们介绍了W2跟1099表格 也介绍了外国人应该如何报税 另外呢是会计师还讲解了现金报税的规则 如果您错过了上一期节目 我们会把链接放在这一期节目的下面 那呃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吧 美国1986年以来最大的税制改革 今年就已经生效了 那川普税改的影响成为很多人近期最关心的话题了 那你能给我们简单谈一探 川普的这个税改吗 以及这个税改对我们今年4月份即将到来的报税有什么影响吗 现在是2018年呢 我们还是用老的税法再申报2017年的收入和支出 那上一期呢 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关于2017年我们有哪些收入 哪些支出 哪些抵扣 哪些方面我们都可以考虑到可以合理安排的话呢 我们做到合理省税 那我呢今天呢 现在先想谈一谈2018年 那税改之后 广大的纳税人都是非常关心税改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影响 税改对我们这个大环境有什么影响 首先呢我先想谈一谈税率啊 那明年开始呢个人税的税率呢普遍都下调 基本上下调的比率呢是3%左右 但是呢在做报税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抵扣项目呢也发生了改变 最重要的呢打个比方说 我们以往房贷利息和地税方面 我们基本上可以这些支出全额抵扣 但是2018年开始有房足呢就要注意了 你的房贷利息可能只有前75万美元的房贷利息的可以抵扣 你75万以后的房贷利息可能就不能抵扣 还有关于地税 这地税呢我们住在大纽约地区 地税呢属于比较高的地方 动不动呢一个房子可能就地税 一万五甚至两万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 但2018年开始呢地税的减免金额呢 那只有一万你可以选择地税选择减免地税一万 或者是减免你的周税一万 所以呢这个这个税的税法的改革呢 对于我们纽约地区 所以说都比较便宜 所以呢一个纳税人 他如果要带房买房子的话呢 基本上第一个75万块钱 他们里面的房贷利息本金已经包过了 然后呢将的讲到这一部分的 第一个房贷自住屋的75万的利息呢减免呢 那很多纳税人呢都有了很多意见 所以呢在在今年的在今年的2月21号2018年 又有一个新的新的就是文件 最终生富生肖我们还拭目以待 因为有很多纳税人呢提出 第一个75万的房贷利息减免额呢 对于东部和西部的人呢 那就是影响很大 第二个呢川普原本提出呢 Line for Credit Home Equity Line呢 这一部分呢也不能用于税务上的抵扣 那很多纳税人呢就提出这个提议 因为Home Equity Line也是有房屋去作为抵押的 那我也是跟性质是跟房贷是一样的 很多纳税人呢也想通过这个提案 来达到底税的目的 所以呢我们要拭目以待 这一部分的Line for Home Equity Line 能不能在2018年也作为 嗯房贷利息的一部分抵扣 所以呢新税法有很多改变 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啊 还有一个呢我要想跟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川普税改有些方面呢 对大家产生的影响 打个比方说啊 税改的影响以前是有人头税 那到了2018年开始呢就没有人头税 那这个人头税的这个人头税的减去呢 会对有些家庭有两个以上孩子的中产阶级家庭产生影响 他们可能会这一对因为这一部分的减免不能使用 反而多付税金 这是一个人头税的改变 那第二个方面呢 重大的改变呢就是标准抵扣或者是逐项抵扣 那从2018年开始呢标准抵扣都double了 那打个比方说啊一个单身的人一个单身的人呢 以前是只有6000块钱的抵扣额 那现在呢就要乘以2就要当近13000 以前呢夫妻合报大概有13000的标准抵扣额 那到了2018年呢就有翻倍将近有24000的标准抵扣额 所以呢这些方面呢一增加一减少和税率的降低 那对每个报税人呢都会有影响 甚至你有房子房贷利息你的周税减免地税减免或多或少 都可能对每个家庭产生不同的影响 大家都起早做好规划 所以呢在2017年结束的时候呢 很多纳税人呢为了节省一部分的税金 他就把2018年的一部分的地税呢先预交 能够达到一定的省税目的 另外呢有几个方面呢 有几个方面跟大家还要介绍一下的呢 就是重大的地方改变的就是遗产税 以前遗产税呢一个人可以有500500多万的减免额 那现在呢将近有1100万的减免额 终身减免额 那如果是一对夫妻的情况下呢 就将近有2200多万的礼物减免额 所以呢在我们做好财务规划或者是房子啊 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动产啊股票啊 要转送给子孙或者是子女的话呢 那我们做尽早规划可以做到合理避税啊 其他方面呢对大家报税人影响比较广泛的呢 那就是一个就是529计划以前呢529计划呢只能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 现在呢529的529的钱呢你存在那里的话 如果你家里有子女世上小学中学私立的你要付学费的话 这些钱都可以拿来去付你的支付你的学费开支得到合理的抵扣和应用 这个呢这个是几方面大的方面 那我想对广大的报税者呢是影响最深大最深深远的 所以呢欢迎大家呢有其他税务方面的问题呢来资讯好不好 我们呢也给你做一个税务规划 看来川普的这次税改还是改革挺大的 而且对每个人都会影响有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早做准备那可以请师会计师给我们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报税的流程吗 报税的流程呢这个这个这个题目呢非常好 实际上对每个人呢都会影响到 不管呢不管你是老年人年轻人或者是呃夫妻呃有小孩或者是没有小孩 你这你了解了这个基本的一套报税流程呢那你对你自己也被省税和结税方面呢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说到报税呢主要就是用这张表叫一主表叫做1040表那还有很多辅助的表格 Schedule A Schedule B Schedule C和Schedule D Schedule E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那报税的流程呢第一页最开始呢那就是我们要填好报税人的信息 报税人的姓名社会安全号码 对吧第二栏呢下面往下往下下一点呢就填写 报税状态你是已婚你是单身你是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呢一般你有被抚养人和你一块报税 那下面一栏呢那就是被抚养人的信息 你的被抚养人通常呢都是你的未成年子女 嗯全职大学生可能有一些人呢也抚养老人 那呢这个就是你的家庭成员的被抚养人的情况 那从LINE7开始呢这个就是你的毛收入 所以呢报税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那当年的所有的收入和支出 这一部分信息呢全部集中起来 那我们先讲一下毛收入 毛收入呢里面基本上很比较流流行和常见的收入形式就是工资 股票利息小生意人呢他们就是报自己的自 嗯self employment schedule c schedule d呢是报股票啊 基金啊亏损分里面分短期长期还有呢 后面呢有一些辅助的表格那来注明你买和卖的时间 长期亏损多少长期资本利得多少短期 资本利得和短期资本资本的盈利是多少 这张表呢会总结在schedule d上 那还有schedule eschedule e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很多人喜欢自己住一套房子 有些人呢投资的目的呢自己再买一个房子 schedule e呢第一页呢基本上就用于报你投资房或者叫出租房的收盈 那这个呢我们以后可以展开更详细的篇幅呢跟大家来介绍schedule e第一页和第二页指的是哪些内容去如何报税 简单来说呢schedule e的第一页就是你的出租房 是什么性质的房打个比方说是多家庭 双家庭或者是商业楼或者是住宅楼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还有呢重要一个部分呢那就是折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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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之后呢 最后得到呢就是你的进的出租房的收入或者是支出来报税 这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被动的收入或者是被动的损失 对你的税呢也会有影响 当你有出租的收入的时候呢那是报被动的收入 当你有出租亏损的时候呢那个是消极的亏损 这部分的抵扣呢会跟你的毛收入和AGI都有关系 我们以后跟大家再做详细解答 Schedule E的第二页呢基本上就是体现你作为一个公司的负责人 投资人或者你你拿到的K1 打个比方说是1065的K1 1120S的K1 这一方面的K1呢总结出来你的passive income是多少 或者是你作为股东你拿了多少的收入 在Schedule E上去报税 Schedule E和Schedule E的呢第一页和第二页呢 在有的时候呢这两种收入呢会combine在一起 体现在以Schedule E 就体现在报税表的1040的第一页的Schedule E的total的栏目上 所以呢这个是Schedule E 那还有讲到讲到那调整收入那一方面呢 呃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自雇工的你买的健康保险 你作为自雇工呢要付的7.65的摄氨金 也在下半段的AGI里面做出调整 有些人呢呃是自己雇自己自己做小生意的 如果呢你给自己买RIA也在这一栏可以抵扣 一般呢是5500如果呢你是50岁以上的人呢 你可以买到6500这个呢是Traditional IRA 那到了第二页呢就到了调整收入的LINE38 LINE38呢你可能会用到呃是标准抵扣 可能会用到呢是逐项抵扣 那Schedule A里面的2017年里面还是周税 你可以抵扣你在周里付给的state income tax propery tax 然后呢mortgage interest 另外呢你呃磁散捐赠 呃还有呢一些2%的抵扣呢打个比方说你是呃找工作 然后呢报税费用 然后呢呃你在银行租赁了一些保险箱 这些miscellaneous expense呢加起来呢要超过AGI的2% 也可以作为抵扣 当你另外一方面呢当你打个比方说你是用在在操作股票 基金股票股票公司到年末给你发来的1099上面有management fee 这个呢或者是investment expense呢这个呢也可以抵扣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Schedule A的逐项抵扣 啊到了到了Schedule A讲完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讲到了你的taxable income taxable income呢这个时候呢除掉你的人头减免 然后你就得到了你的tax 另外呢你有医保 你有医保如果有些人是在17年在16年有买医保 没有买医保有几个月没有几个月 那这个都可能会产生补税 因为这个补税呢是根据你的收入的情况来定 或者是你有几个月没有医保的情况来定 但是正好顺便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从2019年呢1月1号起很多纳税人呢都不建议 如果不买保险呢还要罚款这个条款 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到今年年底看看 2019年1月1号起如果有一些纳税人没有医疗保险 这部分罚金还会不会产生 这个这个医疗保险的罚金呢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买买要花多少钱不买的话呢罚款会多少 所以很多人都关心这样的问题啊 呃所以我们以后呢会碰到更多的机会等税法呢 嗯都具体落实了我们跟大家再找机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呢呃现在讲到的呢就是我讲到2017年的税 呃报税的流程还要同时呢也讲到了一些关于2018年的税改 还有呢另外呢还有可能2019年开始的医保 所以对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影响 所以呢请大家都呃随时关注税法的改变 对你每个人都有切身的影响 嗯是会计师跟我们讲解的非常清楚呀 真是呃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会把是呃 施利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 及地址打在评呃那个节目的最后 感谢您感谢杨阳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下次见再见 再见